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李沁出席电视剧品质盛典 一身白色小香风套装 安静宜人 近日 李沁身着白色小香风套装 出席电视剧品质盛典 凭借其清新脱俗的气质和优雅 动人的风采 成为现场的一大亮点 这位年轻的女演员用她的实力和魅力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优雅 李沁的这身白色小香风套装 设计简约大气 细节之处彰显品质 白色的色调更是将她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皙 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套装上的香风图案精致细腻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一丝浪漫氛围 李沁的发型和妆容也非常精致 她选择了一种简约的低马尾发型 不仅显得干练利落 还能凸显出她的五官和气质 妆容方面 她选择了淡雅的裸色系 使整个人看起来更加自然 清新 李沁的举手投足之间 都流露出一种自信和优雅 她在活动现场与他人的交流中 始终保持微笑 态度清和 让人感受到她的真诚与友善 这种由内而外的优雅气质 让人不禁为之倾倒 作为年轻一代的女演员 李沁的演技也是备受认可 她凭借在多部电视剧中的出色表现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喜爱 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 李沁凭借其精湛的演技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难忘的角色 李沁的出席 为电视剧品质盛典增添了一抹亮色 她的优雅气质和动人风采 让人们感受到了演艺圈的独特魅力 2.李沁惊艳亮相 翡翠玉脱地礼服群美翻全场 网友 这气质太绝了 前不久举办的一次大型宴会上 李沁宛如翡翠国的女皇 一条长长的裙摆在舞台上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用网络上的话来说 就是 她的气场很强 这不仅是对她漂亮的容貌的称赞 也是对她的东方风格的认可 在场的一些眼光独辣的人都说 李沁挑选的这件裙子 是一件碧绿色的脱地连衣裙 造型别致 将她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再加上她简约大方的发饰和化妆 完全是一种对东方审美的现代诠释 不愧是温柔的东方美女 打开李沁的个人信息 发现她最近的状态都是关于古村探索的 这让人们不由地想到 她穿着这样的衣服 是不是也借鉴了古村的绿衣 重现了当年追寻艺术之路 不管怎么说 在她的粉丝眼里 李沁才是这个创意的创造者 也有传闻说 李沁出现在这里 不只是因为他自己的决定 还有着很大的品牌策略 一个著名的时装品牌 曾经和李沁有关 而这一次又有了新的变化 不管怎么说 李沁与杨子之间的友谊 都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再次提升了一个层次 因为他们之间 早在诸仙时 就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录像中可以看出 李沁的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都带着一种独特的美感 这也是她在上城举办的一次宴会的原因 在这个项目里 红色的老房子和传统的建筑 既是一种不同的文化 又是一种不同的风格 李沁更是像是一个完美的权势 一半是烟花 半成仙 然而 这个来自东方的美女 却并不只是这个场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没有被这一片碧绿给迷住 还是被李沁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 古老的气息给迷住了 对李沁的造型有什么看法 对李沁的造型有什么看法 对李沁的造型有什么看法